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非常心疼的消息 11月1号,一位男主播通过直播进行了酒播 就是一边喝酒一边与观众们聊天的形式 然后喝醉酒的他准备在床上进行睡播的时候 他当天领养的小狗狗也躺在他身旁了 因为韩国很多直播主都会进行这种睡播 就是开着直播睡觉 所以这位男直播主与小狗狗的睡播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没过多久 睡着的男主播主的身体慢慢的往狗狗的方向倾斜 结果完全就压在狗狗的身上了 被压到的小狗狗有一直在叫 但是男直播主好像是完全听不到 小狗狗声音的声音连续持续了数十分钟 让看直播的观众们都感到非常心疼非常惊讶 之后有另外一位直播主急忙来到他家叫醒他的时候 被压在下面的小狗狗一动也不动就这么离开了 因为在寄行睡播前很多观众们都有留言给他 让他不要把狗狗放在床上太危险了 但是他没有听进去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引起了网友们的共愤 然后到了第二天 这位直播主打开直播对观众们说 已经帮狗狗火化了 都是我的错 是因为喝太多没有精神 我也是非常怨恨我自己 我这一生都会反省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啊是吧怎么能有这种家伙 就跟买东西一样的随便买卖生命 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 好伟大的家伙 竟然在领养当天就喝酒开直播 结果压死他 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姿势睡觉呢 不管你是失误还是故意 都希望能负责任接受惩罚 不要再说废话了 你就是杀人犯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不是故意的也道歉了 所以不要再攻击了 以后多去帮助流浪狗 好好的反省吧 对于男直播主压死小狗狗事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巧言与Blackpink 几所主演的电视剧《沙刚华》 确定从12月开始播放 并公开了预告海报 因为之前这部戏 引起过扭曲民主化运动的历史 美化当年安齐波部长形象的争议 所以这个确定播放的新闻 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真的要播放这个 希望不是去年透露的那个剧情 要不然真的 被骂得那么惨 剧情应该有所变化吧 因为女主粉丝很多 所以电视剧的剧情 如果有问题的话 这影响力真的是非常大 所以真的很担心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好期待 不管制作组怎么说明 也想要用各种不像话的理由来找查 神经病们 为什么要活成那样呢 应该要先看了再说吧 不要只看论团后背带风向 要自己看自己判断 所以 大家期待这部戏吗 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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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我觉得很好笑的留言 我喜欢SPA跟P2B SPA的粉丝名是My P2B的粉丝名是Melody 那我是MyMelody吗 我比较喜欢Kuromi 按这个方式的话 如果是FX9的粉丝 也是Newist的粉丝的话 不就是 We loveP2B 而如果是RedBeeBee 也是TheBooj的粉丝的话 不就是 Lobidobie We loveP2B的粉丝